小路不再肚痛了 下集 上一集,我們看過小路的故事 這個五歲的小女孩每天拿著水煲走很遠去拿水 因為水很髒,喝了之後小路經常肚痛 過了一年,小路已經由五歲長到六歲 她回小學了 小路穿著一套校服,拿著水煲去拿水 但她的表情不一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有很多人都聽到小路之前辛苦拿水的故事 大家都很想幫助小路 來自世界各地的幫助和愛心,令小路的社區有很大的轉變 宋明會在小路住的社區裡建了一個大水池 這個大水池就是在一間小學旁邊 而這一間小學就是小路讀的小學了 小路現在可以有乾淨水用了 小路得到大家的幫助,看看她多開心 原來一開水後,就可以有這麼乾淨的水流出來,是很開心的 小路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乾淨的水 小路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乾淨的水 她說 嘩,水很好吃 現在,全村都可以有乾淨水用 村裡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很開心 看看,小路也很開心 不單止在學校,說明會還在他們村裡裝了好幾個水喉 讓大家都可以很方便地用到水 現在,小路可以有足夠的水洗臉 無論天天還是晚上都可以來拿水 真是很方便 所以,小路和其他小朋友 現在不用每天都走很遠去拿水了 他們可以專心上學 小路的鄰居說 現在的小朋友乾淨了、健康了 喝完水還不會肚痛 還有,讀書都聰明了 以前,小路每天拿著水煲跑來跑去很辛苦 現在不用再這麼辛苦了 她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水除了可以拿來喝,也足夠用來洗碗 看看,現在小路在洗碗 小路把所有杯碟和水煲都洗得很乾淨 那就不怕再吃了病菌下頭 好吧,小路她說 我最喜歡乾淨了 小路現在可以喝清潔的食水 喝了都不會再肚痛了 小路去做身體檢查 醫生跟她說 小路,你現在喝了乾淨水 又這麼喜歡乾淨 沒有肚痛了,你好健康啊 小路她不要再肚痛了 她可以健康開心地生活 透過我們的幫助和關心 原來可以令到很多小朋友得到健康 你也可以去關心幫助有需要的人 珍惜小水點 珍惜小水點 都是其中一個幫助人的方法 因為你省到的每一滴水 就好像儲了進去這個小豬水箱裡 儲起來了,其他有需要的人就有機會用到 那怎樣珍惜小水點呢? 例如,洗完手要記得關好水喉 洗澡要洗快些 喝乾淨杯裡面的水 小朋友,你有沒有想到其他珍惜食水的方法? 你可以告訴身邊的人 大家的關心和幫助 令小路可以有乾淨的食水用 她很開心地告訴大家 我現在不再肚痛了 多謝你們 小朋友,小路的故事就說到這裡了 你也可以把小路不再肚痛了這個故事 和其他人一起分享